我们一起来!Let's go! 敬善良! 敬体育! Let's go! 体育! 敬善良! 这场由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州发起的体育界挺善良活动 吸引超过千位的基隆体育界人士来到现场 多位市议员张耿辉、郑凯玲、曾继岩、秦真、郭美秀到场宣讲 并特别邀请重视体育发展的南投县长许淑华 北上来为谢国良加持助政 呼吁基隆市民10月13号踊跃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我们在全国里面所有的县市长只要是国民党籍的 一定都会站出来挺谢国良 那谢国良呢我想从几次的一个法院的一个这样的判决 已经可以说是证明了谢国良是为我们基隆的市民 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市民的财产 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特别从南投来 那也谢谢我们体育界的各位好朋友 帮我们一起号召站出来支持谢国良 在我上任的三天 今天我比你高兴 苏拉县长我跟你报告 你知道我们是共同11月26号晚上一起当选 感谢我们选 可是重要的电视台在11月29号 在国良卸票的时候就已经在报道 有网友要来罢免卸国良了 请问各位体育长辈们 你们说这样公平吗 公平 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让国良跟国民党的团队 继续为大家来拓示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最后我们一定为把体育 当作是一个基隆市城市最重要的特色 恢复体育班体育社团 加强体育长板建设 第一次申办SEL篮球队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体育在基隆发光发亮 一个平静几十年 我到现在七十岁 从小到现在就没有看到这样的乱象 我们大家都来听我们市长 谢国良缓罢免 因为说实际上我很早跳出来 可是真的看这个上这样子乱象不好 我们还是要把这事情赶快过 让我们这个上平静安静 体育会理事长郑颖周强调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相当重视体育人才训练 并透过赛事活动带动基隆经济发展 感谢市长的大力支持 全国健走活动9月7号将在基隆举办 带动基隆的餐饮住宿商机 我们目前有180起来的游览车来 基隆的饭店餐厅礼色都满了 所有的餐点或什么消费啊 它的合销都要在基隆的商家才可以 你比如说你台北市来新北市来 你便当也要在基隆叫 这对基隆的餐厅饭店 我们已经包了几家饭店都不够了 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为我们 谢市长加油 谢谢大家 在活动现场民众热情的汉市长谢国良 跟南投县长许淑华一起拍照留念 为市长加油打气 展现团结气势 支持群众也互相提醒 10月13号要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丁克宇 基隆报导